哎,怎么画面卡卡的 哎,手机新买的怎么一下子又没电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会不会很多的时候 我们刚刚买了一些3C的产品 才刚买不到几天 就出现了一些的状况 比如说无法上网 突然电池感觉耗电很快 或者荧幕卡卡的跳不出到下一个画面 常常在这些突发的状况下 我们尝试要去更换很多的品牌 但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操作 运用这些3C产品 甚至常常搞不清楚状况 到底问题在哪里 也许你就拿了这些手机 这些3C产品到了店里 交给店员想说 可能还有保固期 是不是可以帮我换一个新的 可是东西拿到店员的手里 他问一问,滑一滑 这些产品又恢复了正常 到最后他会提醒你说 先生有时候两三天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手机 这些3C产品你需要重新开机 这也是我们最近可能很多人 面临到的人生 很多人最近不知道身体觉得怎么样 好像卡卡的感觉非常的疲累 或者有些人的血压突然飙高 头晕或有耳鸣的情况 是不是这时候你也需要调整一下你的脚步 让你的人生作息又重新开机 最近很多学生刚刚考完考试 也许你开你的成绩你并不满意 你已经放弃了 想要说我不要再念书了 好不好这时候也来考虑一下重新开机 找你的老师 找你的教会的小组长 找你的好朋友 跟他去聊聊 问问你的读书方法是否需要重新的调整 很多的上班族 最近我们都在忙碌的人生 忙东忙西 忙这个忙那个 拼命的赚钱 拼命的加班 但是不知道人生忙了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也许你这时候需要重新开机 让你的人生 重新回到上帝 给你我的命定的角色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经文这样写的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时候好不好 让我们放慢我们的脚步 重新来省察我们的人生 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命定 让我们调整我们的脚步 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让我们重新开机 再次回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让我们都要活出一个蒙福的人生